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原来的血债帮我不知道跟李长春有没有关系 在宣传上应该说跟他有关系 因为环球时报的评论直接指责当地市政府 当地政府本身对警察的残暴 对武警的残暴 对特警的残暴只字不提 李长春控制的媒体跟周永康联手在一起 来完成曾庆红的阴谋轨迹 打着江泽民的棋盘 就是要把事端挑起来 把事端挑起来 武警特警才有它存在的价值 武警特警存在的价值 就要完成胡总书记的和谐和不折腾 这就是最难办的事 大家回忆过去的一个半月 温家宝不出事 习近平没出事 习近平仅仅在党校的一些刊物上 登了一些直接矛头冲向周永康政法委的文章 但没有明码去操作什么事情 而在香港的事情本身实际是给习近平难看了 那谁在操守这样的事情呢 原来的血债棒 所以这就我一直判断 应该是胡锦涛的态度暧昧造成了现在的结果 措施良机造成现在的结果 那在十方这件事情再一次表露出来 因为所有人都经历一件事情 为什么这样大的事情 往常在微博上 在这个社区的社会的这种这种媒体 民间媒体上很快都被封杀了 为什么这一次竟然没有封杀 这是所有人不得其解的 但是呢 随着时间大家知道真相也越来越多了 也能扎不出其中的味道来 那网上有篇文章直接是这么说的 十方事件微博不删帖 大陆民众指证局诡异 文章讲说 十方民众抗议事件持续发展 是今日海内外媒体的焦点 可令人奇怪的是 一向对民间的维权事件不予报道的大陆媒体 却在大力报道 微博也不删帖 早有网友在7月3号这一天发现了这个现象 称之为诡异 隐隐感到背后一盘很大的棋 也有名人博客直接点出 这里面是中共高层的政治斗争 在这件事情上的直接表现 那有人提到呢 到底十方事件是有什么样大的背景 他说7月3号有一个网友这么写的 他说我今天发了一条十方的评论 老半天没有被删帖 搞不好有人是不是在整四川书记刘其宝呢 而这祸是老胡的人 这里指的是胡锦涛 也就是说有人在搞老胡胡锦涛呢 他说然后我又发帖 直接讲说康师傅 大家知道康师傅是谁了 周永康家族在四川地区有着巨大的利益 可以说是周永康家的势力的范围 而十方事件应该不是很简单的 应该是康师傅对着刘其宝 刘其宝冲着老胡胡大哥 这个贴的就是这么贴的 我自己的看法呢 我刚才跟大家分享过了 康师傅本身 我到现在依然认为 他有他原来的人脉 实权是被打弱了 但是呢 现在是有曾庆红在背后 整体原来的江家的血债帮 在全力的反扑 而且他是一种 置之死地而后生啊 因为在前面的事件当中呢 他认为已经死掉了 他已经没有翻板的机会了 那看到胡锦涛本身的 这种性格上的软弱 造成他没有翻板的机会 所以集中权力去打击胡锦涛的人 打击胡锦涛地方政府的人 这就是表现的一个概念 我们做个对比 湖南李旺扬这件事情 结果已经查出来了 但是你看不掉湖南省委 有任何说法表态 周强没有任何说法 一定是周强本身 无法去抵抗周永康 所控制的政法委系统 而胡锦涛在这件事情上的暧昧 就造成了周强只能背着黑锅 周强得不到胡锦涛的支持 才不敢发出声音 这么说就对了 而温家宝呢 明确是要打掉原来的血债帮 而习近平呢 应该也不愿意有血债帮 和原来的周永康的人马 对他有任何干涉 因为披露出来的消息 直接要他的命 所以这里头坑截就在胡锦涛身上 胡锦涛的暧昧 胡锦涛的软淡 胡锦涛自己不知道自己应该往哪放 造成了今天的结果 而另外一位知名的媒体人 专栏作家安替 他自己跟了一个贴 跟得有点高深莫测 这得稀搭嘛 他是这么说的 在中国审查是个常态 不正常的言论自由 是有着政治原因的 微博北京拥有 地方要想删帖 必然要通过北京 但在政治斗争的这种情况之下 中央会置之不理 因为微博会加强中央对地方政府的控制 这里说的中央是谁呢 就不知道 而这件事情披露出来的毛病呢 是地方政府有毛病 对吧 四川省省政府省的省委书记会负有责任 那就造成了刘七宝本身呢 会有短被中央拿到手 而中央政治局常委这一个层面 谁都可以是他的领导 党的独裁体制造成了 这样披露出来就变成了四川有问题 这样的披露出来就变成了胡锦涛的这个人 胡锦涛保护不了他自己的人 会打击胡锦涛的人马 对吧 湖南省的周强就是一个 今天四川省的刘七宝 按照这个说法又是一个 而这一手造成的呢 是胡锦涛性格弱点造成的 这就应该游戏是这么玩法 而大纪元的记者也发现 其实在整个过程当中呢 老百姓却很清楚 网民也很清楚 认为呢 周永康实际是应该是重视之地 他最近一向删帖严重的新浪微博 全天却对十访开放直到大陆夜间 所以这种奇怪的现象 被网友们越来越注意 很多大陆知名的学者 媒体人都把这种现象归结于 曾经当过四川省委书记的康师傅 周永康 有一位叫做媒体评论员 他叫马九气 他是这么说的 十方事件有三个政治诡异 第一个 微博几乎不删帖 第二个 新华网人民网强力报道 直指特警驱散人民 一改一往掩盖淡化的传统 第三 警方暴力成为了与众众师之地 隐隐约约赶到背后有一盘很大的棋 这就没错了 如果报道当中集中在 又集中在警察暴力本身上 那他揭示出来的会剑指周永康 所以这是个双刃剑 应该说上面打斗的是一种双方 你很难说谁得赢谁输 因为当上面打出结果之后 下面的媒体就会出现方向性改变 你既可以表现出这是周永康的罪责 同时也可以表现出是地方政府刘七宝 真有问题 这个他是双刃剑的 所以我们看到的应该是一个过程 大家记得在香港事情的时候 我跟大家分享过 我说7月之后 在7月20号下旬之前 这应该是打斗非常激烈的时候 因为7月下旬到8月初是北戴河会议 北戴河会议是真正实打实的真刀真枪 玩了命的最后一搏 一定在之前把对手拿下 能拿下的拿下 拿不下来的看怎么处理 而彼此双方既怕对方拿下自己 又要使自己争取把对方干掉 老不容易了真的 刀枪剑影 辅阅勾插 18版武器 我跟你说什么都得上 什么都得上 是人吗 我就一直讲说 党性扼杀人性 不是骂他们 不是人 不是那意思 我是说你配着党的概念 你在共产党的体制之下 想是人 难上加难 比四川的蜀道还难 另外一位叫做投资专家的 他也这么讲 他说媒体人果然敏感 今天下午就感觉到非常不一样的味道 应该上面在干 而福建省广播电影集团新闻评论部的人 叫做林强 他这么讲 十方事件的诡异之处就在于 各大微博均前所未有的对发帖基本放行 联系新华社自行删帖报道举动 那该项目可能牵扯到高层的派系斗争 利益分赃 发生内讧 有力量想借着民愤来表达 这哥们是个媒体人士啊 他自己也感觉到这是有问题 那还有一个朋友呢 直接表示说 现在看起来联想一下 就想到了原来在四川做老大的康师傅 想到了康师傅 我一切都恍然大悟了 另外一个朋友跟帖讲说 有道理 我们就坐等康师傅倒台 那最后一个帖子 他是这么讲的 说了很多次了 不存在封不住的消息 只有他们想让你看到什么 和不想让你看到什么 他说薄熙来倒台 周永康失事 那据说在周永康 据说周永康在北京的权力呢 已经被限制 那这一次本身的释访事件呢 大陆媒体不封 那微博不尽 许多网民把这种现象都归结在周永康身上 如果是这样的概念呢 那可能跟我们前面所分析的情况又不一样 为什么呢 他就是因为消息叫看侧重在哪一边 如果有一点 其实我们可以看出来 如果力量双方是一样的话 就会表现出所有的消息都出来 而当所有的消息都出来的时候呢 网民的讨论呢 是代表着民意的方向 而媒体的报道的方向呢 应该说见有所指 这个见有所指就是不同的媒体人会接来不同派别势力的电话 要求他们如何报道 而作为媒体人呢 他没办法 他一点办法都没有 他就是使魂丫头 人让他怎么使 让他怎么干 他就得怎么干 他惹不起任何人 那这里呢 就像当初薄熙来控制的重庆一样 重庆日报 只要薄熙来不倒台 不宣布他倒台一天 薄熙来说什么 他就得做什么 那你说如果当时温家宝的办公室打个电话 要求重庆日报干嘛 他敢不说吗 他同样得说 所以道理放在这儿是一样的 环球时报是个标志 所以我认为环球时报 如果我们看到的 他主要集中在把责任推在地方政府上 那他的问题就出在于哪呢 问题就会出在环球时报 隶属于原来江家邦 血债邦的 而其他的媒体 如果大面积的去追踪武警 特警 如何残暴 如何打老百姓的话 那他就相对的 是跟周永康对着干的 应该这么理解 我觉得大方向不错 但是事态会怎么样呢 让咱们看看明天会出什么事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